为了改善大理西南和草湖地区常年水患的问题 市府规划设置大峰路防灾公园 在去年5月底动工之后马步停蹄施工 这天立委何欣纯还有议员里长等人到场会刊 表示工程进度超前 希望能在训期前完工 届时除了有智慧系统防灾功能之外 也设置多功能球场等活动空间 把防洪治水结合修气空间来提升使用效益 立委何欣纯议员以及里长 这天来到大峰路草湖防灾公园会看工程进度 从去年5月底动工后就马不停蹄施工 目前工程进度超前 明代也希望工程能够如期如值在今年训期前完工 里面有智慧系统的一个防灾功能 加上地面整个篮球场广场还有植栽树木等等 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戏空间等等 我想都有建置 那会是一个全灵化的一个公园设施 对于这个缺乏公园绿地的草屋地区来讲 都市计划开发的比较慢的草屋地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注意可以提供我们附近的居民跟乡亲 来多多散步休闲使用 这几年气候变迁严峻时长有强降雨的情况 造成大理西南及草湖地区平平淹水 这座防灾公园不仅设置于机砖 以及制宏池增加蓄水空间 打造智慧系统防灾功能 连接气候以及周边排水情形 自动控制调节蓄水空间 完善防灾的效能 这个制宏池包括跟国有地的波用 还有我们的工程款 还有我们的设计等等 将近三亿元的一个这么巨额的一个投资 那真的是要感谢政府 对我们地方居民的一个照顾 那希望说我们这个能够在今年薰期之前 赶快来完工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篮球场 还有一个休憩展演的这个空间 相信未来我们草湖地区 过去长期受限于这个都市计划的这个限制 没有公共的这个休憩区域 甚至有这个集会所 集会的这个广场 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由公园的落成 让我们草湖地区有更多这个休憩 甚至是这个表演的这个公共环境 回信球表示除了防灾功能之外 公园也会利用空间内高低层区块的不同 设置多功能篮球场 全灵化游戏空间 并建制生态直灾区等等 将防洪至水结合休憩空间 提升使用效益 建设专案台中采用报道